大家好新聞報導 今天有沒有出席太古的十二怪盜電影記者發佈會 我們大家姜糖真的很團結 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們不單止團結 直接擊敗了其他的對手 一開始原本在那個地方被神圖霸了頭位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些事 令到我們姜糖終於可以爭口氣 讓姜濤看到台客就看到我們姜糖 今天這件事真的特別值得高興慶祝 今天高恩仔和大家解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開始這段片之前請大家讚我這段片 還有柳個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之前 今天很值得開心 值得開心不是因為有十二怪盜的上映 雖然他是主角 但是你知道那個戲份肯定不是單一主角這麼多 因為是十二份之一 這件事大家知道不提了 最重要的是今天值得十二怪盜的記者招待會 然後就是在說 大家都可以看到姜濤一面 這個怎麼說呢 我們其實很早 我們今天八點多已經去到會場霸位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 去到霸位的時候已經看到有一批粉紅怪 粉紅怪已經去到霸位了 本來我想大家相互無事 但是他們就霸了大部分的位 幾經波折終於可以給姜濤 我想中間就發生了一些協調 就要在場人士去管理的人去幫忙協調 結果姜濤就把一個合適的位置去支持姜濤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近來這些 我們當作一個應援工作 這些應援工作 真的一次比一次重要 你明白嗎 一次比一次重要是說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作為這些應援工作 我們一定要寸土必爭 每一次的應援我們都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說這個姜濤 姜濤有時候看上去台下 雖然今天就有很多鏡粉 但是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在場去看得到 基本上就是以姜濤和神濤的人數 是叮噹碼頭 我只可以這麼說叮噹碼頭 但我感覺上應該是姜濤多一點的 當然坊間有很多網上的group 都在說有些人說神濤多 有些人說姜濤多 但我覺得主觀感覺 我自己覺得姜濤多一點 姜濤多一點 姜濤多一點 這個手影禮當然是我們要很多支持 其實我覺得最好就是上一層 上一層在欄杆那裡就可以最看得到 再看得到 所以大家今天已經很早很早去霸頭位 當中江仔也跟不少的姜濤在場聊天 在場聊天 都是說大家似乎相對於 這個叫做盜悅者更加多姜濤名正而順去支持 因為老實說你說盜悅者 經常都說 姜濤都覺得作為這個 客串 其實有時候你都不知道出了力為什麼 老老實實 你明白 你出了力為什麼呢 我覺得好像古代的大家庭 好像姜濤好像那些三拉四拉 但是你又為了這個家庭的事業博到盡 最終那個業績又是被大婆二婆拿了 這次十二乖度就不同了 起碼我覺得在名義上就是姜濤主演 但是當然進去再長套戲 有多少姜濤的戲份就要再了解 但是我想這個就不劇透了 之後就再告訴大家 在場的環境 我想大家如果去到都很開心 因為我想我們姜濤都很團結 而且我們自己跟十二乖主就去了應援 我想有很多姜濤大家都團結一次 團結一次去聲援支持姜濤 其實人呢 我們就說今天早上就先去霸佬 但是晚上才開始 晚上才開始 我想大家都 之後我再報再講一個細節 不過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起碼我覺得大家都能夠團結一致 我自己都希望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現在姜濤真的 你說今年2024年 除了感數 除了十二怪盜 杜悅者 還有MIRROR演唱會之外 其實傳聞當中還有姜濤個人演唱會 還有一些新歌的安排 至於其他的安排 或者其他的工作 暫時就是沒有的 暫時就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都是要去 去落力每一個活動 好像上次 我覺得你比上次Berberry的宣傳活動 我覺得這次十二怪盜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其實今天也是預料要跟大家說 我覺得好像十二怪盜 這次的首映禮應援工作 我覺得順利過Berberry那次 Berberry那次我總是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都被留言說 我覺得Berberry那次總是沒有那麼多姜糖出席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否因為大家都覺得好像不關他事 Berberry這個產品 但是也賣斷市的 萬三元一個袋 雖然只有五個 好像不關事 不知道是否因為奢侈品 俗稱奢侈品 所以很多姜糖都覺得奢侈品 好像不關我事 反而十二怪盜不同 十二怪盜你可以當是姜濤主演的一個戲 你問那個男生 十二怪盜我起碼一定會看得多個到月者 但是你說多不多得過我的天堂城市 我現在不敢回答你 至少我覺得要入場看過究竟那個 那個十二怪盜的戲份 我想戲份對於我們姜糖來說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感覺就是不要好像入場 說就說姜濤是主角 但是入場原來 那個戲份連主角都不如的 那就會不開心 但是我自己覺得 起碼明正言順 但是我覺得我也不會看一次 除非我看一次之後覺得真是超慶超無人 除非那個戲份太過弱 或者是太過不行 我不是說她的演技不行 是說她那個角色的分佈、戲份、時間 甚至那個演繹方式 究竟是不是真的尊重姜濤 因為老實說 你問我 你問我 其實之後MIRROR的成員出的作品 我都有看完 你說以戲論戲來說 我自己暫時最喜歡我的天堂城市 剛剛有了別人都喜歡 但是你說對於姜濤來說 我覺得她發揮得更加有深度 我的天堂城市 但是你說十二怪盜我不知道 因為我始終都抱一個觀望的態度 因為始終十二怪盜都是一些 我相信是娛樂性高很多的片 但是當然都是要入場看完 究竟會怎樣都可以 但是至少我覺得 今天在首映麗的那個長片來講 我想姜濤是贏得一仗 還有很開心 我跟很多姜濤在這裡聊天 還有之後我們怎樣去支持姜濤這部戲 怎樣去做得比較圓滿些去支持 看幾多次 有些姜濤已經說 我可能會日日去看 還有有包場 如果說到包場這個問題 開玩笑之後都會跟大家再談一下 但是我想這件事 真的要等我入場看一看這部戲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都要先戴著頭盔 始終要看過才知道 好,那今天的姜濤中下生日報導 今集就暫時是這麼多 下一集回來我們繼續